詞曲 李宗盛 你WhatsApp的時候是突然間不用那怎麼辦? 煩了身邊的人嗎? 煩了身邊的人很多 起碼第一就是電影crew 整隊crew要轉做Signal跟導演說話 助手要轉 然後在街上會碰到人 他們會問你為何不回覆 有時會在社群網站說 我找了你,你沒事吧? 其實是因為你刪除了WhatsApp 所以我覺得可以麻煩身邊的人 既然麻煩了,就要一直喝下去 無論無故麻煩大家一大輪後 我還是轉回WhatsApp 你不會吧? 我不會 不會啊 不會啊 都轉了,轉了就轉了 沒有做WhatsApp之後 好處就是 我直接打給朋友 開始的時候 朋友們會覺得 甚麼事?為何打給我? 但習慣了 我經常沒有打給你問你 你來不來派對嗎? 這樣之後 大家都知道 阿芝會怎麼直接打你 我們就回復一個 打電話 你好嗎?近幾段時間怎樣? 的狀態 你不用WhatsApp到現在 這段時間都變得很厲害 那個變算不算 在你 都超乎了你的想像 整個社會 我想沒有人猜到吧 是嗎? 是嗎? 從來都沒有人猜到 有些人很聰明 說了是這樣的 是這麼壞 是這麼甚麼 都是會的 有人這樣說 我不知道任何才知道 總之我就覺得 我們從來是一無所知之下生活 我們從來是不能預測 事情是如何發生 甚至自己的選擇 是會導致甚麼的結果 原來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它突顯了的 不是以前知道 現在變了不知道 而是它突顯了 從來我們都不知道 不過年代巨貶 將這個事實擺在你眼前 都說你不知道 嗯 所以整個社會的變遷 有其中一個 是自己最大的影響力 就是 你都不得不謙虛 是嗎? 其實都真的是 自己存有了某種人生的經驗 有某一些月曆 都不代表自己能夠預知任何事情 世事要變的時候 原來我們和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都一樣是束手無策的 生命原來是這樣的 最多的變化就是 我們身邊的人突然之間 是突然之間的 都會突然間閃了 突然間走了 是的 以前都會說聲的 現在好像是流行不說的 是 沒錯 我記得一兩年前跟你說的電話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 沒有想過需要離開這件事 你現在是否有變 我心裡仍然都是關於自己想做什麼創作 我仍然是以自己想做的作品的旗 一直在排著 當你在一件事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很艱難 於是你就會想 不如我走第二件事 其實只是你沒有想到 第二件事有點艱難 我們不能夠預測到 我們做另一個選擇會有什麼困難或順利 所以 即使身邊的很多朋友突然間消失 離開了 我反而是想回小時候 我記得有一年 都是放完暑假 回到學校 課室裡有四分一的同學不見了 那時候也這麼厲害 是的,那時候是很誇張的 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原來是不說再見的 他們去了哪裡 好像爸爸帶了他去倫敦 什麼叫好詞 那些同學可以這樣嗎 他不是很朋友嗎 那時候因為是一個小學生 不是很明白這些事情 但現在再去想回當時和現在 即是說什麼呢 其實可能每一個年代的巨浪 蓋起來的時候 當時人都是認為 有一個這麼焦急的迫切性 當時就是我的同學的父母 這麼超級迫切 現在就是我的朋友 因為他們已經變了父母 原來 怎麼會變成一模一樣 這樣 所以 有時候我想回想歷史 甚至是很近的歷史 甚至是個人歷史 都可以幫到自己理解現在 原來現在的處境 也不是前所未見 還記得有一個朋友 是很朋友的 為什麼他會離開 他去了哪裡 那個是唯有一個 全部同學都說不出他去了哪裡 就是知道他爸爸 後來知道是否可以回家 後來知道 後來知道 他每三個一起移民 幾年前他回來一次 大家無緣無故坐在我家 突然間就離開了 就是好像 好像 有一個 有一個 沒有完成 然後 再看回大家的時候 已經 人事變遷了 你要做的事 你要搞的創作 是不是 都應該還要圍繞香港 圍繞這個地方 就是剛才我問你 走不走 那個 有沒有改變 然後 你說 你轉去想別的創作 那這個創作 可以跟這件事 可以跟這件事 不跟這件事 我覺得 個人感覺 創作人的作品 不應該是 不停以 回應當下 為你創作的目標 和你之間 有一點距離 你回望 應該是層次會更好的 因為如果我做一個作品 我就不停回應當下 回應當下 其實我不是等於寫 日常的報紙專欄嗎 這樣 如果你用這麼長時間 寫一個 話題出來 而我回應當下 其實 很容易會減去他的藝術性 但是 我認為 時代和年代的影響力 已經體驗在個人身上 你不用特意去回應 所有的影響力 會自然滲透在文字和說話裡 因為沒有人能夠真空 可能是這樣的 你今次的親口說 整個想法 醞釀 到你 可能會期望你的表演 跟之前有一點不同 因為之前是做one night stand的 今次故意不叫做one night stand 亦給大家一個暗示 有些事情會改變 起碼形式會不同 雖然都是一個人 但仍然是一個one man show 仍然是talk 但它可能不是一個 大家想像 是不是進來超級爆笑 我們是否想進來看一個棟督笑 因為我也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夏天 是否想看一個棟督笑 我是否想做一個棟督笑 我們的笑是否真實 所以不如轉一個方向 就是開一條新的親口說 親口說 親口說會比較個人 可能會比較嚴肅 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個 一個赤裸 一個赤城的演出 令到大家有一種溫暖感 你有一個部分是sharing 是 那個形式會怎樣 就是要觀眾都說 還是怎樣 因為這個演出 我很刻意地安排 它的下半部 就是那個sharing session 我認為那個也是 演出的一部分 我會看看有沒有人 問問題 看看有沒有人 有東西想分享 我因為做過這個演出的pre-show 我當時在Lost Stars 那個很小的餐廳 我做過一次的 就是如所有的分享會一樣 一開始問有沒有人舉手 都是沒有的 是 很極端 要是沒有 要是說些超厲害的 當然沒有 還有很多隻手舉上來 香港人也是有他的害羞 但是我覺得這部分是重要的 因為我經常認住 現在大家都不是在看舞台上發生甚麼事 大家是在看有血有肉的人做甚麼 即是說 就算是娛樂圈裏面 我們也是很想看這個人怎樣去加油 我覺得是一個觀眾同時間的提升 觀眾又變得厲害了 他們聽話的能力 自己聯想的能力又變得厲害了 創作力強了 閱讀隱喻的能力高了 所以才能進入 又進入得好像很完整 會不會更加不是笑的 你說分享的可能很大機會 都會有感觸 也有的 即不是笑的事情 這次其實我想 很正面去面對父母這個問題 父母離開 那裡邊是有大量的愛恨恩怨 恩怨情愁齊了 第一次這麼坦白地去說這些事情 我想是在大創傷來的時候 原來人是會很自然地問自己來自何處 很自然地看回頭 我從哪裏來的 由我從哪裏來 可以暗示到我應該去哪裏呢 很可愛 很可愛 想回我小時候 我記得有一年 這個 我小時候記得有一年 我爸爸突然說帶我去倫敦 嗯 那時候只覺得我可以去歐洲玩 也是我唯一一次和爸爸兩個人自己飛 去了倫敦 那時候她沒有帶我去玩 她每天說我自己出去逛逛 她自己出去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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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沒有什麼做 在酒店大堂看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然後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媽媽就突然跟我說 我們都是不移民 原來整個旅程是一個室外搜尋 那當時 我只是覺得很驚訝 什麼爸爸是去逛逛 去看看倫敦是怎樣 那樣 但是現在再大了 就多了一個想法 就是 嗯 爸爸應該是充滿恐懼 即是說他很害怕 他就想著 我們要移民 所以我就去看看外國是怎樣 去完回來也是不移民 他對移域有另一種恐懼 然後我想起這個情況 每代自有仇 每代人都是這樣 原來是某程度上的 copy and paste 那既然是如此 咦? 我又為何認為我現在的苦難 是史無賤例呢? 嗯 這算不算是你對於現在的樂觀 我最新近的 就是 再有名就是 不知道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 很多事情我是不懂得回答 而我經歷了這個謙虛洗禮之後 我只能夠整天說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樂觀和悲觀 我也覺得是太老定了 樂觀就是死硬的 你怎麼知道呢?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現在是完全掌握那個 我不知道 其實人類是一無所知的 是真的 另一件事 我也是很神奇 你們當時做Mirror Era 就是那個導師 突然間好像 《全民造星I》 《全民造星I》 當時你是導師 因為以前 你算我算我老成 以前的人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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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他們是紅的 也有無聲中的狀態 突然間你做了一群人出來 好像佔據了香港 是 改變了整個線 氣氛 娛樂圈 是 無論舊人 或是掙扎中的人 都好像突然之間 坦白了 模糊了 你自己 有份親手做 這件事出來的人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其實是 時代改變了 已經沒有時間去容許 就是他慢慢紅 或者慢慢被忘記 一紅就 一紅 即刻紅 忘記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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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自己發明了一個迷宮 而自己還未摸清 那迷宮怎麼走出來 這樣 但我是 我是承認 還有 我有接受 時代是這樣的改變 我接受的 我也很接受 那些韓星的樣子 我不懂得閱讀是為之美 我那個美學已經對馬 怎麼對也對不入 我時代更替 但我又不會去藐視或爭厭 因為我曾經受惠過 當日有一個死肥妹說我叫G.C.Guby 如果當日大家都是爭厭 即是甚麼呀 你說甚麼呀 我就不會有我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當日 既然有一些前人 他們是會包容我的 你真的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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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T是認為G.C.Guby的名字很棒嗎 他都不知道你說甚麼 不如說 我不知道你做甚麼 不如給你一個機會 我受惠過 所以我遇到自己 我都不明白了 我理解不到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想回 嗯 當日我是有這個包容 即是我受惠過包容 我今天也應當如是 嗯 今年應該是 阿芝走上舞台 即是One Night Stand的十周年 是啊 每個人都這樣跟我說 我自己不記得了 原來十年了 你覺不覺得 女生出來說 是真的 要克服的東西都是多些 Me Too是真的 我想最明顯感覺到 那個歧視就是 男生說話就是代表人類說話 女生說話就是代表女生說話 是 到現在仍然都是很相似的情況 對於男女的感覺 近十年 香港是沒有改變過的 沒有改變過的 嗯 反而有一個現象 我覺得是很古怪的 就是 男生開始 好像 被那個時代壓力縮小了 所以 有時看到那些新聞片 即是 那些女生掩蓋那些男生 狂鬧狂鬧 甚至 我也是在IKEA聽過 你為什麼要這樣鬧她呢 大哥 那種不給你面子 那種不給你面子 令到男生 有一種很強烈的無力感 這個是存在的 我當時看 梁祖堯有一個節目 是調教你男友的 我真的看到男生 那個時代壓在他身上的壓力 他體現出來 是嗎 因為 他們自認為 我是要 擔起某一些責任 而這個責任 可能我搞不定 我怎麼可以跟你拍拖 可以買到一層樓 他們就開始熟 然後那些女生 就繼續很努力 去生存 變成某一種抓狂 然後就開始有這種 很古怪的關係 就是我一下子把你丟在龍珠玩具 很可憐 我覺得在香港 反而有這種體現 抓狂 不是一個有利的 被以為有利的角色 的處境 其實就等於是兩邊都在發狂 兩邊都是被時代的壓力壓成一顆鑽石 一個就向內縮 另一個就在握自己的拳頭 都不好的 因為疫情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人去抓狂 你覺得那個舞台 那個感覺和網絡開狂 你覺得那個重要性是怎樣 我猜人人都知道的重要性 就是你和朋友隔著Zoom說話 以及你和朋友兩個在海旁拿著啤酒 怎樣 兩樣東西 我們都可以說真心話 都可以 但是就是差那一刻 我跟你眼望眼 或者我拍你一下 或者是你真的看到我 那種是 人類又未進化到 是認為一樣 所以是有不同的 這次不單止 去做個show 而不變成網 我還特意去找個小一點的場 因為之前做開衣館 麥花神 都是一些大的場地 變成大家好像是 觀賞一樣東西 那這次就特意找藝館 所以我會很珍視這次的演出 這次的演出其實需要很赤裸 還有很多的勇氣 所以變成自己的心理調教 我找了湯俊葉阿Dee監製 我們剛剛開了一次會 她看的時候 她說 原來我是這麼需要這一種 面對面 看到人把靈魂這樣 擺在桌上 這是我的靈魂 你好 我叫阿子 那種感覺 你需要 她說是你需要 她說是她 因為她看了我讀了一個稿 她說原來我是這麼需要的 我這麼需要這一種機會 她突然覺得很溫暖 所以她看的感覺就是 她說 我不認為我正在聽一個屬於你的故事 我真的從你的故事聽到我自己 譬如說說小時候 突然有四股一和我不見了 又或者當說 爸爸媽媽死的時候 你突然問我是來自何處 我將要去那裡 那種迷惘 她說是 你自己會聯想到自己的故事 就好像從聽我的故事 大家聽到自己的故事 還有我再多一個身份 就是我不是一個 就這樣一個人在說話 我從一開始就 我是GC Gooby 所以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 好像香港某一部分的人 的一個共同回憶 有時候覺得 幾天前 我去剪片 樓下就有一個看更嬸嬸幫我開門 她開門的時候 她一直看著我 這樣看著我 這樣看著我 你好 GC Gooby 我小時候聽你 有時候我就是覺得 GC Gooby 這個根本不是屬於我一個人的肚子 是屬於某一部分香港人的一種共同回憶 我想 至少是自己的受眾 我不敢說是全香港 至少自己的受眾 大家都可以說 GC Gooby 我也有份喜 是 是 所以 或者 Sound of Silence 是其中一個香港人的故事 你之前上次訪問說過 那句statement是 自由永遠鮮於創作 是啊 現在這樣的情形 真的很 老諷地問 都要問 創作有沒有 被影響 當然有 怎麼會沒有 具體說到的 是怎麼影響呢 也不僅是創作人 我想現在我們每個人 上載的IG story 都先想一想 是啊 是不是 你也想一想 今天有什麼大事發生 今天多好啊 我是否真的上載我的余生 自然會有的 但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強迫我扭曲自己 如果你強迫我扭曲自己 我就不做了 因為我不懂得扭曲自己 扭曲自己 扭曲自己 是一種能耐 是 而我是沒有的 我真的覺得我是沒有的 都會有回不上 能耐才做到的 其實近十年 我越來越覺得自己 是傾向於不急於發言 越來越慢慢的 越來越慢慢的 越來越急於發言 對 所以我覺得 Dino Cezak 是說得很對的 就是哲學家Cezak 他說 你太過急於回應一些 是很危險的 嗯 在香港好地的說法 叫炒車 是 但我覺得他不是真的在說炒車 不是說你們這樣會說錯話 不是 而是你不停去 急著他回應 是沒有時間被自己過濾 其實我應該有些什麼 是比較宏大的看法 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創傷 即時去回應他 是會有一種沉溺感 而我自己覺得 那個沉溺感 未必是對作品最好 嗯 反而跳遠了看 譬如我們說 Sign of Silence 會提到關於父母的離去 其實我的父母 如果不是死了若干年 我覺得 這個工作也不會存在 就是走了 你有一些時間的過濾 你慢慢沉澱了 消化了 沉澱、消化這些是要時間的 然後你套出來 這幾年 我覺得自己 重新看回 書架上的書 原來我以前只看到一些字 我現在看到一本書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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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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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看影響的人 真是說創傷 我明白 我們集體 IQ、EQ一起提升 我們現在在一個時代 蓄勢待發 有些很厲害的創作要出來 對不起殘忍地說 壞時代有好作品 所以我會繼續創作 那次跟林夕討論完之後 那個震撼是否很巨大的 對我的震撼就沒有什麼 因為他叫我說回一些事情 我沒有想過 你怎麼回來訪問我 不是我訪問你嗎 我最震撼的是我做完這個節目 你的節目播出之後 是海量的信 我甚至收到 我有電郵 我有電郵 甚至有人寄信去舊公司 寄信去廣播 轉換信 因為他說我不知道在哪裡找你 後來 因為很震撼 所以才想起 我真的要說一下關於 The sense of loss 失去的感覺究竟是怎樣 爸爸媽媽和自己的關係究竟是怎樣 所以才寫了 The sound of silence 我只是震撼於大家全面 我認為大眾面前出現的公民性 我完全不太合適 Slain 現在的網絡生態,你真的看到這樣玩,不如我看電影吧 我覺得自己不是最適合做Public Persona 我反而想做一些比較親密的事 所以搞數不如找回小的場地,靠近靈魂去靈魂 但作為創作人工作,這個絕對是不會停的 因為創作人在後面,這個絕對不會停 有多要走上台,有多要在社交網站出風頭 有多要變成Vlogger,你現在追踢TikTok,我又想追 反而覺得我未必是最適合的人做 我唯有很謙虛地說 我做了這麼多年,我以前是傳播媒界出身 自己在看現在的媒體生態的時候,一定會有自己的意見 一定會覺得這樣做,你這樣回答便對 一定會有自己的意見 但不代表自己就是站在鏡頭前面的人 近一段時間是有這樣的感覺 那你算不算不適合現在的速度或網絡生態的 我覺得現在的網絡生態是要你24小時賣給它 是,這是驚濟的 這是,這是在現在這一刻 一稱就會,都是不想這樣 是,是 自己比較珍視的是 我可不可以長一點時間做一個工作 而不是每天都在這裡,我在這裡,Hello,Hello 其實很辛苦,很累 現在的小朋友是很累的 那怎樣做呢?他們有精力 他們跑極都還可以玩 所以我想每一個人都需要找適合自己人生階段的媒體 去呈現自己 媒介 去呈現自己 最原始可否可以回去做一個電台節目呢? 你覺得會不會是其中一個方案來的? 你覺得電台不是每天都要這樣嗎? 就是一樣的 沒有這麼24小時 是嗎? 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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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才看白仙勇 窮盡不生 窮盡不生 就是去推廣坤曲 唐埋雄立夢 然後有人問他 你這麼堅持呢? 真是令人想起唐吉柯德 唐吉柯德 真是一個很厲害的瘋子 但他真是受景仰的一個人 白仙勇也是這樣 他相信他就做了 我藝人 我藝人 那天才看她 是隨便